对于AJ这边来说还是比较难打的 但是这张图是他们自己选的 我看应该是会拿出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战术出来 肯定这张图到现在为止所有队伍都还没有练 看看AJ对这张图的准备是什么样的情况 看一下这个手枪局是要怎么打 WGW Spanish ABR WGW还是常规的用个钳字是吧 起一个钳字带颗雷 这边是要不要采取一个3A 没有还是常规的一个3B的一个战术 这边厕所 厕所两个人直接前顶过来清到水池 马上哎 转角遇到爱了 看到人之后不漏 非常的稳 这边也是101直接追出来打 打一颗烟封住 这边快速的一颗爆烟 人控制的非常快啊 打一波之后直接攻地转B 这时候成功骗到了这个挥防战术 这个战术跟VP实际上是有一点像的 我们看B点这些破坏的能不能打掉这个测证 有点失误 保点四个人 进攻的速度非常的快 Halking 直接打掉包 Halking这两颗都三颗 Halking这个USP是有一点阴霸的 这实在是太虚幻了 这个瞄准 USP这颗抓头 人家不跟我说USP一般大部分都是18子弹 有9个都困的 对 好的 最后这边A比R是收掉 收掉头的 其实AG刚才在第一时间 已经是把B点站下来了 对吧 他们攻地三个人四个人 全部Push过来之后 第一时间把Pohan都打掉 已经可以下包了 但是这个地方稍微有一个失误的情况 就是Halking这边回防 我们看到带包的这名选手 直接跳出来拼了枪 而没有去下包 这是一个很不应该的地方 对不对 然后人家枪法又刚 对 你一个一个又跟人家 Halking这个刷屏 我真的是 他就是拉过来 也是有一点运气的成分 也是确实是USP打得非常亮 刚才这边A机 刚强 是吧 TAC9 直接刚起 还是同样的战术 但是这一波是不打B点了 不转了 然后面混一波 往回走 直接退到包点 直接退到包点 打红 WGW过来补防 包点这边 Halking 一个侧身位 刷两个 前面还有 哎呦 Halking这个手感 热得发烫啊 这 这一局 这第二局 这边Halking 第二局就拿到了七个FLAG了 到现在位置 还知道 1比R的位置 直接提前向过来打 确定AIA的位置 又漂亮 AIA这个CZ打得可以 有机会翻盘 WGW15点血 AIA再来一个 Pohant 哎呀 没有机会 这时候Pohant 应该后路包过来了 2比0 这边还是有惊无险啊 这一局 其实AIA后边这两个 确实是打着还是很漂亮 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第一局也是 第一局其实按理说 第一局这个很可惜 因为第一局他怎么着包都可以放下 对不对 1DG这边Halking是超常发挥了 嗯 对 Halking是吧 来自非洲的选手 是吧 那名黑人选手 是吧 兼顾这个音乐表演天赋的 啊 啊呀呀 直接 大管过来跟你拼 看这种手枪没假去打大枪 也不是说大枪 打这种微型冲锋枪 好心疼 直接被秒 再打一个 打红 逃USP 这USP才是主武器 我这个 我这个 小蜜蜂就是过来跟你这个 交流一下 先让你看看我的身法和走位 然后再和我逃USP过来打你 好的 这边是来到了第四回合 一记这边也是可以起到长枪 这边配弹配的不是特别全 呦 行吗 看这时候AZ这个四五颗烟 没有带一一颗闪都没有带 看是要怎么爆 看这颗烟是要怎么爆 哎呀过来 我们一颗烟风阻根本出过来 第二时间里面走水池 这边工地好听已经是压了出来 还拿一把小蜜蜂 这是多会过日子啊 这是 这哪里就会打掉一个了 对 ABR刚才是防守的点是在哪 ABR一大过来偷了一下 门战老师 现在他是退到了A包点 Spanish这个脚步被停到 好的 要就拉枪拉得非常稳 这个 Spanish倒始终是没有出来 好的 Spanish这边自己拼的也是非常伤 Spanish的还有一颗 好king 好king 对A点一响 好king就直接可以过来偷屁股了 稳住脚步 听到声音 往A点走 我们看好拼这个屁股能不能偷 要打三个屁股啊 我觉得这 我觉得小蜜蜂威力非常小啊 看ABR这边的压力 看吸引力能不能被A区的吸引住 好king先不打 找成功率 有点聪明 看一下屁股凉凉的 这边Krisma血量很残 还好关键时刻 Krisma这个时候9点血是秒掉的头 剑到包了 A点已经确定剑到包 现在看ETG要怎么打 这种情况他们是两个人赌一个点 还是一个人分手了 每个人分开 觉得左一大 那么要遭遇了 对 这边报道过点 说血很残 ABR这边也是掏了一把A USP 没走 又要回到了厕所里边 又是上一个屁股 WGW直接在A点顶住 这个屁股交给ABR过来打 看一下 那完全 包点这个就不漏了 就直接等ABR在这摸 往下水道走 两边一波极致的博弈啊 你说Krisma 其实一个人这么打的话 也是思路很明确 基本上都可以判断到 是要走B点的一个 就是他们这边 其实防守的这个重心 已经是偏了 以为是会打B点 但是机智的 又是机智的一转身啊 是吧 前晚年换来一次回眸 结果看到了老X 算一下时间嘛 他静音要是走下水道 也不可能走到 也不可能走那么快 其实按理说 他静音走下水道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到B宝点了 因为ABR这边 A大一直是往下水道摸过去的 这边一波压制性的进攻 强行的是过来看一下 肥口没有人 对 看B点是不是要弱 好Kin MP9不离手啊 这个 看大管大管这边什么情况 往前走 101 打克白 你直接抓头了 WDW 这颗白白的非常到位 先跑 什么力气 后点不敢来 好Kin 抓平 有没有机会 再来一个近年 淘宇SP 回身队友 又是阿强 最后自己人还会去看一眼 快来帮我 5比0 这时候 AG其实刚才这波进的还是 我老觉得 我老觉得AG现在进攻有点犹犹豫豫豫的 就是没有说之前AG打进攻的那种风格 正行老被打乱 对 对对对 好Kin这时候终于换到了一个大墙 是不是这个EDG的这个头像是有魔力的 你看好Kin这个头像是不一样的 谁挂了这个头像是不是能杀特别多的人 回去你改一个 改个盗版的 ABR先淹住 这次这个AG上半场上一局 好机呀 再来 过来看到 原来就在收 原点 这边WG在哪收的 A大 A大这边压力非常大 过来架一下 把ABR架上去 要不要 对 直接过来架A大 看到人 能架死 这一枪有点失误 但是没有关系 淹住 闪光 对 你们101应该也是要架一下 偷漏过来断一下后 ZIX混一下 看102这个残局是要指挥一下怎么打 刚好要抱烟 被人家警察一颗烟 把A大分我 3打5 3打5 你这时候EDG 基本上就是 我就不用再回房了 我就反正人多 再掏 这边侧道没有上来 偷漏没敢出 A点这时候 好Kin也是补防了过来 三个人都在这里 进攻不好打 这边一颗人 你看 ABR再来一个 6 应该是可以秒掉了 这个ABR这个确实后点有队友帮忙架点 进攻打不开 越是这种局 现在AG其实越不敢往前走 慢慢的这样就是 大怂了 对 就是特别 内心有种恐惧感 对 就是 打不开 经历过绝望吗 就这种感觉 就慢慢慢慢的 这个信心要被对手磨没了 而且ADG这边站得非常非常的稳 又是一个抢中路 对 偷漏 中路不敢漏了 对 一边 一边过来加点 没有 偷漏 这时候也都不敢漏 其实 AG这个 AG这种士气上是有点 稍微现在是有点低落的 看看能不能这个 返回一下信心 就现在急需拿下一分 我觉得他们得想办法RU一波 对 其实RU一波 好的 201这边提前断掉一个 我们看有桶这边 WDW一颗火 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对啊 你们测到被打掉之后 大关一颗火 正好本来是三个人要进的 我感觉这种打法风格上 其实ADG这边也是 风格上也是稍微有点刻 这个AG 你看 后点补枪没有跟上 Six在想什么 我觉得他那边 对 这边压掉 对 过来给你拼枪 拖转点 是 我们看一下 HOKIN的这个视角 看他这边 整队有挥防 听到声音了 Six打一个 这个搜点 要稍微有一点 有一点迟疑 应该是被二楼这边 是吸引到了这个注意力 这颗白 一个 不是全白 这边 哎呦 WBR后点这个空枪 二楼知道的 他想急于过去捡包 也是怕这个包 被这个二楼这边打掉 也是走得有点着急 现在感觉就是 ADG有点梦圈了 有点 有点梦圈 他应该想想办法 我跟你讲 他再这样摸牌下去 没办法 打不出去的 对 别人侦察很到位 都知道你的进攻方向 就直接回防 或者直接抄拳后路 对 其实这张图 咱们也是可以爆弹的 是吧 这张图 B点也是可以通过 A点也是通过 可以爆弹来解决 看他们选择的 Overpass这张图 应该会有相信性的 一个准备 看看练没练这个战术 闪一下 闪身 三个人直接往前走 这个GC 其实ABR这个GC 就是现在已经是 非常大胆了 这边已经成功的 把A点过来 给你站住了 前点 A点前点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位置顶的 你根本出不来 但他 你不觉得你看 他三个人中路来顶吗 你还不如直接就 一个RushA区 一个RushB区 中路区一个人 去直接就把他 骚扰一下中路 然后其他人直接Rush 或者RushB 对 我看投掷物 这个时候手里竟然 是很尴尬的 一颗投掷物都没有 101有桶这边 往前走 又被蹭了一颗桶 还好 非常关键 这边是被打到两个 一个三打四 但是两个人残局 看这回防怎么打 B点 这边Spanish 已经是回防到位 已经到后路了 已经到后路了 然后A点这边 也不敢走 再灌一颗 觉得要炸掉 炸两个吗 没有 还好他们位置 站得远 对 看这边工地 有人在卡 这局要看工地 这个没有位置 Spanish 直接拉两个 三打一 过来扑 这个 工地这个打臭了 只有他有血 他要是把回防 后来这个人 后路这个人打掉的话 还有得打 其实其实是打到现在 就是AZ 现在打太紧 就是其实他这个时候 他这个点非常关键 因为Spanish 是从大馆过来 他们这三个点 都卡了三次 只有这一个位置 没有人卡 到这个时候 他就应该兼顾一下 因为他这边 如果是放这个人 过去了的话 很危险的 打两个屁股的 再加上其他队友 也是没有什么血 他拉出来的时候 实际又不对 人家刚好看他 我看101 刚才水池下面 在往二楼上走的时候 这边克里斯曼 也是起居机 看能打一下局面 101以为屁股有人帮卡 但实际上 这边是 Push的速度太快了 他们应该知道 中东应该是 很多人来顶的吧 应该还有人 对 看能不能再摸掉一个 想办法再补掉一个 毕竟这边一个人 单打 进来Spanish 再来这个手感起来了 Six 这边一直在放脚步 这局打得好乱 两边 好凌乱 对 Hawking这边 已经是见到了包 对 看这边 你看Six 这现在是拼枪 拼不过的 有点 两个人同步拉出来 A点这个 早走的就把B点打通了 然后包一直是没有跟上 Hawking这边 直接是把包给断住 两个人破汗 对啊 两个人收缩一下 他打下来也不敢玩 紧加摸 没办法 还有一分钟 你看AiA这手该怎么打了 肯定要 慢慢的就过来 看到一个身位 直接是揪臂 这边是被Hawking给收掉 包掉的位置很大 因为刚才队伍是沟通了 AiA一个人B点 就已经是打通了 已经是打进来 AiA已经是从这摸过来了 然后包再来的时候 被Hawking 直接从这个地方给打掉 看这个经济 Hawking好机 还要来 还要抢起 还要抢起 9比0 这个时候 其实胜负 其实悬念应该是不是特别大了 我们只是要看这边 AiA会不会 中午这个前领 没有办法 让他们放开了打 现在就是放开了打 不要怕输了 放开了打 不要有包护 厕所白白都被抢到 对 AiAiA很急 AiAiA这边是以为 过来看一下 你只要你只要电 你只要电 他很机智 你看他都直接往地通这边走了 对 但必须还是两个人在放 OK 近点 6 这边 咖喱摸掉 接着架飞驰下面 大拐可以进了 但是这个是大拐没有人啊 不敢进 赛队 4个人防守 WGW 都会防了 这时候该进了 哦 我当好拿来拿 这时候还是一颗头 但自己这边血量并不多 往眼里混 先下包 是吧 2楼也没死 斯曼内侦 我以这个情况 你还让他打掉一个 11点血没有下来 ABR 2楼 这时候终于是101 关键时刻的一个发威啊 其实这个时候 9比1的一个比分 斯曼内侦刚才那个位置 在烟里竟然还是被他强行的点掉了一个 虽然拿一分还是经济不是好 还是回不来 经济还是回不来 对 这个经济现在劣势已经是太大了 其实不急再慢慢来 对 那 因为刚才掉枪的话 应该是就剩了两个人 那枪也都掉的 掉的差不多了 经济也是没有保住 看克里斯马这边要怎么走 伊克雷直接过来 下来一道抢 这边楼梯上面没有架人 漂亮 看能不敢不敢直接通过来 斯曼内侦 看到轩威 这被打掉了 刚才还 像别的队 你看一般都是去 强行去抢那个夏日大 他们都抢中路的 对 伊克雷这边B点 本来想进一下 结果不打 但之后又没有进来 这边楼梯这边 子弹 要打光了 换一下 这边强行过来补掉 看一边 看到两个屁股是吗 直接穿门吗 直接穿门 一把楼梯 一枪丢 空枪了 有进枪丢了 太不应该了 这边A点趁机一波 看看敢不敢打 要不要停住 断一下节奏 破汗的这时候 已经提前是来到A点 先把点架住 等一下队友 对 再过来转B 这边估计101 也是听到一些声音 看这颗雷 这颗雷能不能掩住二楼 好的 非常机智 二楼掩住 二楼掩 OK 但警价一楼有人 对 这个 这个EDG还是非常稳 没有被你这个阳光 给骗到 这个被身打得要非常稳 OK 你偷偷 二楼坡 看他直接过来补掉 10比1 A比R 看A比R还要不要打G 好像是还 A比R今天这个G 状态不是特别好 看要起什么枪 A比R 还是要拿G 这边 这边其实 两个人A大 这边帮 帮这个A比R保护一下 然后厕所这边 直接拿GG上 下一道 这边快速进攻 手枪 要不要直接走 A比R 这时候有意识了 A大这边队友帮架着 他这边直接开一看楼梯 限制攻击要出 B点这边是 Hawking Hawking这边是 呦 很急呀 下面架了一个呀 WGW在下面帮架 看Hawking这视角 能不能刷屏 不就要被闪光闪 哎呦没闪光 这个 好 这边还是求了一下稳 我放远点手 然后等队友回来打GT 进点拉人 这颗雷伤害很足啊 还在队 Hawking 漂亮 WGW一颗火 直接烧死一个 Hawking那边还在点 偷手枪啊 要右边帮忙 WGW手枪补得非常快 包下好 包下好看 阿鸦鸦 对 一个 这没有办法 CZ这个配弹 确实是很尴尬的 12发子弹突突 完就没有了 11比1 还好 这种依靠局的话 下到包 我们其实 不用说太多 这种局下到包 应该就是算是 可以完成任务了 这局的目标算是完成了 但是 看下 在这个比分上 其实他们没有太多局能输了 11比1的一个比分 下半场第13回合 A比2 还是要过来 其实A点这个站位 AG这边也是有应对了 这边就是 你们抢 我们把这个中路抢给你是吧 你们抢中路 我们抢下去到 2个1 打个白 对 这颗白 然后又是两个人抢中路 自己拉出来打 最后点 对 感觉一地区这边配合的 还是细啊 没有想到 这张图 感觉AG练的不是特别 特别什么 因为爆烟这边 咱们还没有看到 传到 A比2 掏手枪 直到传到 哎呦 你这个胆子有点大 直接掏手枪往上走 他都敢过去啊 对 再来 哎 这个没有办法 感觉太大了 6 很残 漂亮 非常稳 刷掉两个 这时候B点回房还没有到位 好king 不敢太急 A点直接进了 一颗火 这边瞬间一波爆弹 6 稳住 一个相关 对 来了 看这个回房没法打 这两边点都架住 不漏不漏 看这边WGW怎么打 好king 两个人准备一起走 平行这个点 冯主言 阿鸦鸦先过来看楼梯 抱在这边还有 老六 今年 你有这次怎么打掉了 站一条线 站一条线穿到了 我的天 二打三 你下好包 卡好点 你都被 你都被EDG给打了回来 那个是阿鸦鸦 对 摸干嘛 自己队友不是卡在那边吗 你俩对卡 不是行吗 我以为这个时候 阿鸦鸦能一刷二 因为他第一时间 他是先看到人家的 对 他旁边烟雾里面还有个人 他没看到 然后打跳伤的那个人 枪先被拉走了 那个他补了 你说这个时候是不是 AG这个现在心态 已经是有点崩了 因为刚才一个大比分 这局一个大比分 哈哈 有点崩了 这个心态 WGW一颗火 防一下 防一下炸射 再一颗雷 这边很伤 直接炸红一个刷 平衡 火一个 30发烧干净 好的 101补枪补得非常快 A比2过来补防 好king 阿鸦斯 水师还是站这个好king 对 稳住 再对一波枪 对 这个枪好刚 我有一点 EGG今天状态 今天状态有点好 状态有点好 再来 这边阿鸦牙还是很稳的 但是阿鸦牙这边 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又是1v3的局面 1打3 凑到两个直接过来扑 扑汉的肯定是不给机会 你看这个小细节是吧 你在包点 扑汉的过来拉枪 你打不到 这颗火也是烧到了 这个EGG 现在手里这点小配合 还是非常到位的 看一下这边 AG也是不叫暂停了 看是一个什么情况 13比1 难道是说 这是暂停了吗 没有 不是暂停 这边是 GoTV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这个比分 我还是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说 两个队伍现在差距是 有这个样子 你说是不是跟这个赛前 我奶了一口 是有关系的 没有吧 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这两张图 你看 就是咱们现在这张图 Overpass也是本次比赛 第一次 咱们见到两只队伍在打 第一次在打 然后 EDG这边 其实对Overpass这张图 准备的 还算是比较充分一点 我是这种感觉 准备的还是比较充分 Overpass也是 EDG选的吗 Overpass不是 Overpass是 AG这边自己选的 我估计 怪不得心态疯了 对 因为EDG这边是把 AG的DAS2给绊掉了 AG拿不到自己最强的图 但是AG这边其实 它是可以绊掉 EDG的Mirage的 因为在上一场 上一周的比赛 我们看到 这个EDG的Mirage 给天路 也是造成了 很大的一个困扰 Informal这张图呢 也是EDG是绊掉了 AG AG其实两张比较强的图 DAS2跟Informal都是被 EDG这边针对性的 搬掉了 其实EDG这边也是 非常重视 这个AG这支段战队 你看它这个 搬图的这个 感觉上来说的话 应该也是 也是也是 好好研究了一下 好客啊 在里面打的时候 那种各种都针对 对 但是反观一下 AG这边对Overpass 这个情况 因为它自己选的图 它打成这个样子 其实我只能是 这么来分析 就是说它可能也是在 拼对手 对这张图的训练 不是特别的足 也可能是这种状态 对不对 可是别人理解的 比他们还要深刻 其实就是 针对他们来的一种 进攻 一种防守 对 这边心态应该调整一下 AG的插车 AG半了一G的插车 这个没有错 半了一G的古堡 从Ban Peak上的话 我们是很明显 是感觉到 EDG是要明显的 比AG是要 就是研究的透彻一些 Ban Peak上就赢在Ban Peak上 然后这个比分 现在上半场比分定格到了13比1 是吧 定格到了13比1 然后给AG的这个机会也是不多了 那给他说一下 爱庚为WCA2016官方唯一指定显示器品牌 即WCA电竞管赛事指定用机 爱庚为荣耀而战 奥峰WCA2016唯一指定电竞椅 8彩呼吸灯 4D扶手 内彩蓝牙装置 影响 电竞选手爱用的电竞椅 至圣之道 掌指之间 蓝牌电竞装备 WCA2016唯一指定外设键盘鼠标品牌 极客 极致极酷 西伯利亚专业电竞游戏耳机 带您来一场森林旗舰的战斗 挑战千万奖金 竟向Dota魅力 英魂之刃 3000万玩家共同的选择 微端精品 3秒下载 热血赛季 英魂和你站一起 五一平台为WCA2016职业赛 CSGO项目的唯一指定对战平台 感谢五一平台对本次赛事的支持 感谢龙珠 乐视体育 虎牙 触手TV 斗鱼TV 搜狐体育 火猫TV 环球护鱼 爱奇艺 17173直播 腾讯视频 小米 战棋TV 华束 PPTV 搜狐视频 乐视游戏 优酷 土豆 微精电视 玩家赛事 KK直播 新浪看游戏 全民TV 网易CC CIBN 手机电视的大力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个比赛 反正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是AG赢是够呛了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 AG赢是够呛了 13比1的一个比分 那上半场你无论是怎么说 就是只能期待 还是就是AG在下半场 能拿下手相局 这样我们起码还是能多看上去 然后我们看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 就是 AG现在经济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优势 但是也没到好到不好 好到这个 没法挽回的地步 AG这边经济现在已经非常差 我们看又一个人起了杀影 起了拳甲 然后这边是其他的配一下咖喱 是吧 这边也是稍微存一下钱 打这个上半场的这个最终局 其实这张图 就这个比分的话 说没有说是在这种 12比3还有的打 其实还是12比3 还真是有的打 因为这边就放的赛点 还是有的少 有的少 如果13比2或者14比1 或者那就真的是 没有办法去打了这个比赛 其实他们在上半场 到0比5分的时候 其实那会儿就是那个好 好哥 他发挥的比较就发挥出来了 你知道 都靠他 不然他比分也不会有这么大 前期非常关键的几个点 就是咱们在第一局 手枪局的时候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那个点 什么手枪局 希望咱们也是看到 就是AG他在把包点占下之后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真的是已经占下 他们稍微也是有一点大意 非要带包的那个包匪 去出来去给人家对枪 然后结果你让好king这边 是一个人发挥的这么多 那个带包的是谁来 让他背锅 我把它记下名字 这个我们记不清楚了 但是 AG确实这次这个比赛 输赢其实不要看得那么重 他们回去也是应该 好好去研究一下EDG 因为EDG这支队伍 之前我们看 他们在去打一些单排战的时候 打的还不是那么的 就是没有说整体的 发挥的这么亮眼 但是短短的这个 半年不到的时间 EDG这支队伍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希望 那现在这个 也可能是要打破 现在中国 这国内CSGO格局的一支队伍 现在 因为现在就总体上来说 天鹿跟VGC 不在两支队伍 还是站在这个 中国这个所有队伍 前面的嘛 还是要靠前的队伍 那希望这个EDG这支队伍 也是可以尽快加入到这个 让这个局面变成三国鼎立 然后再变成战国争霸 是吧 在最后再变成百家争鸣 这才是我们最后 希望想看到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EDG 估计他对每个队伍都会 他要打的队伍 他都会研究得很透彻 这明显这两张图 他都把 很针对性 都研究透彻 因为上周我们看 之前AG在跟这个E-Future 跟这个Vigor他们 Vigor他们打的时候 AG的这个 E-Future打得也非常好 E-Future做CT 打三半的时候 防守防守的非常好 做进攻的时候非常好 是8比7的一个上半场 但是下半场 双方交换阵营之后 AG这边做T赛的 而进攻打的 就是 AG相对于防守来说 我觉得是更善于 去进攻的一个队伍 他们就是进攻的 这个压迫性是非常强的 这边我们是 稍微等待一下 现在是GoTV 出现了一点的小问题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接着观看 下一次比赛 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大家收看的是 WCA2016赛季S1赛季 线上预选赛CSGO 项目的比赛 我是阿关 我是C毛 好的 我们现在看着这个下半场这边数据恢复完知识之后 这边手枪局下半场正式开始 然后看一下这边双方交换阵营 由EDG做 做土匪进攻 由这个AG做CT进行防守 然后看一下 投不漏 投不漏这边是 CG卡进点没有问题 打白 直接混言戳 卡进点 你就直接怼进点就好了 不要去把身位让给他了 这边直接一波跳 还是以白为信号 这边 大馆直接一波 他刚才出来 这个比分是13比2 在上半场 EDG也是拿了非常多的分数 这边皮股 ABR还在断这个 工地位置 放了 帮两个人退场馆了 对 等回房 等回房呀 不要一个个扇呀 你看有 对 回房没到 你是我擦一个人 没法打 不敢换子弹 14比2 这边 下一局 无论如何 你说他这局 肯定是要刚枪的 对吧 这局无论如何 他也可以选择放个赛点 放个赛点就追 放个赛点就是 要经历到很多绝望的局 这边起了一系列的SMG 这边加一把GAR加一把EK 现在ECO 不是改了以后 ECO翻版还是有机会的 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边手枪 你看全部CZ全甲的话 如果有针对性的去PUS一下 还是会有奇效出现的 就果然这边工地 101前压一下 这边五个人抱团一起走 一把AK ETG很聪明 这边直接长枪过来架一下 A大圆 就跟你钢枪 你这手枪是点不高的 我们看近点 阿压压这个CZ的这个位置 脚步很多 要了一颗白 第一个没有白到 这边跳过来 直接把千千带走 这边 头部落 A大过来 补防 又是火 又是雷 先延住 没炸的 这边那次 近点漂亮 打残一个 还在换 第二个野残 101 漂亮 漂亮 头部落 那时候直接还在换包 再混死一个 可以啊 这个意思 怎么打 漂亮 这个一个强性的方法 这局 这个头部落 是立功了 就是打掉一个之后 又捡了这个 微冲 又连续打掉两个 这局还说 还是 问题 还是在这个 一击季这边 其实这局 他们根本不用输的 因为包点已经是 趁着乱 把包下下来之后 他如果 腌住之后 直接下厕所包 然后他们直接退厕所 手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 非要把这个 买到紧家来 他们想铺紧家 应该 对 没有必要这样 你说把这个点分开 他们就在这边守就好了 反正他们枪系上有优势嘛 让他们回来打回房 把这屁股断住就好了 还是钢枪 还是要钢枪 这个EDG WGW DG人家14分 肯定要浪击局 我们往前走 两个人过来压了一下工地 这边有桶直接是只有6 躲在这儿 还好有烟 再来 再打白 再往外跳 在近点这边 克里斯马两个人 近点 哪有两个人在看船果 对 阿牙牙 这时候101跟阿牙 push的有点慢 如果这真要压的话 再往前直接顶出去就好了 好的 近点要刷屏 直接打币了 这个回房 6 好像这边是一换一 一换一其实很困 6打一颗白 好的 没有白到太多人 没白啊 不是白到太多人 又是一个一换一 他和EBR厚点眼里还有 这边只剩一个了 这边测到比方过来 漂亮 14比4 14比4 对 这时候一DG就不能再一 不能再刚了 这个经济已经是 差到不行了 看AG吧 看AG这边怎么打 其实进攻这边感觉还是一DG 怎么说呢 还是有点 刚才输的那局是因为大野 然后上上一局的话 这边就强打直到 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 看看他这边要怎么打 拿把杀鹰 破海的过来抽一下奖 四个人一起走 看潜压 啊呀呀 刷屏能不能刷到 赶紧退 啊呀呀赶紧退 这边测到包过来就危险了 对 赶紧退 赶紧退 A打这边是没有队友帮我补枪的 两个点要被点死 送了AK出去 没帮忙 顶顶顶顶 压枪还是非常快的 偷完之后看到忙忙多的人 尽管是手枪也是不能大野 过来捡一把 哎呀你把枪没有捡到 WGW 然后再往回走 这B点 Total已经是回来 101 看老X这边是什么情况 这边最后还打这么稳 他们没减枪啊 没减枪没减枪 然后再集合一波转点 然后这时候A.6 Total在二楼 看101这边单人放送能力是怎么样的 马上就摔杯微信了 呦这个时候你掏了吧 CZ 说得也吓人啊 看看等一下时间 前点这边WGW摸过来 慢慢A.1个点轻 一个点不放 101 101近点这边很危险 刷屏 你看破坏的这边 为什么要去看一眼 对啊 好奇害死猫啊 二楼一波强行压枪打残两个 这边一层 6 34秒 包是可以下到的 自己队友都在后点 为什么要去点击看别人 嗯 对 他估计看中路没人 然后下来以后想看看 并没有人 其实这个时候 他们队友的信息也是给的不足 因为刚才二楼这边是没有看到 其实他这边就缓一下身就好了 这千万不要拉出来打 看到人之后再出来跟你钢枪 你看这边直接是前点WGW 三人都架枪加了 对然后破坏的在后点 人直接是杀音架枪了 尽管人家是小手枪 但人家人多力量大 对 这边再过来抢一下 战术是截然不同的 看压制力上还是EDG这防守的压制力 还是比较强 反观这边 AG的话 抢了中路还是死卡中路 对 AG现在是不给你抢点了 AG他不跟你默认抢点 再打下 再收一个第三个没有收到 这边是一个二换一啊 哎呦 超市马 赶紧往回走 这边直到还不敢过来包 好的 打了一个漂亮 这边功力还有 WGW ABRG好像是世界与我无关啊 看这边A大 对 我散一下步 WGW 14比5的一个比分一个2打3的残局 这个点好熟悉 是 看有没有灵魂 灵魂穿点出现 没有 基本上还是比较稳 要慢慢摸 看一下 查诗马这边的防守啊 对 他这个就很明确 我不开枪 我就是闪你 对吧 就是没事过来看 我哥几乎都晃了看一看 对 6 6加这个点 感觉他现在 就是感觉 对你感觉6跟TOLO两个人 他完全没有打出上一场那种霸气 就是说 现在有点畏手畏畏的那种放不开了 没办法 他们要一封一封 慢慢拿了呀 嗯 赛典差了10 差9个 慢慢一分分的 36盟 ABR 这边还在摸A点 那AG现在也是101这边 他AG要是不然被打掉 就直接暴露了 看到 101血量不多 打盐 往盐就混 我为什么不混音呢 101 ABR 111直接往眼里混了啊 直接是不出来 我先往眼里钻 好 拖回房 包飞又往A卡 没时间了 对 15秒 很残 101孩子出 他没血了 哎呦 这个101太尴尬了 这 你自己封科研 自己封科研 你钻到里面 你自己封科研 你钻到里面 然后斯班内吃这边是 他你说队友帮打闪也行 他是赶紧往后出来 帮队友补一下枪也行 这边刚要跳出来 WGW后脸一个前压 一个扑 直接是把这个楼梯 这两名选手给扑了 另外两个人也尴尬 那干嘛 干嘛只从那个垃圾堆 那里回房 对啊 你稳一点 你再走一个银行 太尴尬了 刚才那个 对 这个残局打的 又是这种一勺打多 都几秒钟 坚持一下不用 这个耐心的话 真的是非常到位 嗯 别老跟讲 15比5 所以101刚才 放完烟之后 果断跳楼梯下来就行了 等队友回来 3打2 这个回房就可以打平了 15了 15了 机智的一波钻烟 可能是想混一下烟 可能打一下 等你下包 但是人家看到 眼看了你封到烟的 人家怎么可能 当你面下包嘛 主要 ED这边也稳 对 太稳了 15比5 这边是直接拿到赛点 看能不能翻盘 这边是一个 4打5的一个残局 哎呀呀哎呀 现在是跟这个老X 两个人是在A点进行防守 对 再往前扑 B点两个 1点两个 看一波爆弹 能不能打成 先投掷物 三颗闪 一颗烟 一颗火 哦呦 这边是 瞄出来 直接一颗头 对 这边刚不刚刚 再拉过来 这边就是跟你给我打补枪了 4打2的一个残局 1万1 6 6跟偷不漏啊 两名年轻的小家 们往前走 这边银行有人断住 呀这个侧身位 4打内设 公开的 好的 恭喜 我们恭喜一下 EDG啊 16比5 同样是一个大比分 战胜了AG 这个分数 其实到现在 还是没有想到 那后半程的话 我们看到 就是EDG这支队伍 确实是在耐心上 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 一支队伍 两个人刚才 就是同步的一个慢摸 对 同步的一个慢摸 而且就是 它这个节奏 EDG自己把握的比较准 一直把握的比较准 然后就是 像这个比分的话 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还有就是 在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EDG这个队伍的细节方面 还是处理的比较好 而且AG这支队伍 他拿这张图的时候 可能也是 就是 还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个样 他可能是拼一个 就是你同样对这张图 准备不足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在进攻端的话 AG确实没有打开 太多的一个局面 防守端的话 其实因为 进攻端丢的分太多 防守也没有 那容错率也不高 手上去没赢 就最关键的 那我们说一下 今天就是我们的 第一张图是 在荒谋迷城 AG是2比16 输给了EDG 那第二张图 就是我们刚才打的 这张是16比5 5比16 也是输给了EDG 那我们今天下午 CX GO部分的比赛 就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第二场比赛将是由 这个赛布森 对 VG赛布森 对阵 这个汉弓 汉弓 对 我们在6点开始 稍事休息 我们带来下午的比赛 晚上的比赛 我们下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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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